李雪芹究竟有何魅力 前脚刚说想当少班主夫人 后脚锅的刚就将亲儿子推出去 李雪芹与郭麒麟相亲这一幕 让多少等于女孩感到羡慕 实际上李雪芹之所以会成为等于社的团宠 与她的个人魅力分不开 当年李雪芹与秦潇一起参加了一档节目 期间老秦落单 其他人全都可以乘坐飞机赶往下一个目的地 只有老秦需要坐高铁 更过分的是 节目组还让她在其他选手中 挑选艺人陪着她坐高铁 这让老秦犯了难 因为节目才刚开始 她跟谁都不是很熟 长大的更是双手合适 让老秦千万别选自己 毕竟坐飞机实在是比坐高铁舒适太多了 就在老秦为难时 李雪芹来了一句你可以选我 那一瞬间老秦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事后李雪芹是这样说的 现在有一个人叫雪芹姐吗 有有的是老秦都得跟我叫姐 只是因为在节目中 老秦喊了李雪芹姐 李雪芹就把她当弟弟对待 心甘情愿为其解围 这样的女孩谁又会不喜欢呢 自此之后 李雪芹彻底成为德云社团宠 甚至让一向扣门的德云社演员 主动为她花钱 孟后堂给她买上千元新鞋 副总也将自己盘了多年的核套送给她 但李雪芹并没有觉得 这些都是自己应得的 她也会去付出 此前德云社某录影节目 李雪芹人虽然没去 但她赞助给哥哥们的东西 却贯穿了一整计 不管是大米烤成这些吃的 还是小玩具 李雪芹都准备的面面俱到 此前张后人做米饭没做熟 李雪芹担心发生同样情况 还专门买了一个电饭包 难怪周九良调侃 你把李雪芹带来就行了 看到这一幕终于明白 李雪芹凭啥能成为德云社团宠呢 那么你们还知道 娱乐圈还有哪些女演员 与德云社交好吗 李雪芹人虽然没在一起